今天是2020年6月15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干嘛在2020年都去15号 干嘛祖国统一台湾没啊 快了 Today is June 15, 2020 Hashchannel Unified in Taiwan Today Rave it soon 今天的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跟大卫Sir以及老兵来 还有一位香港女士 我们这几个人之间的一个连线内容 在这一次连线里面呢 其实我们讨论了疫情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讨论了我们对于这个地摊经济的一个看法 另外大卫Sir有问到我们上海的一个情况 我跟大卫Sir分享的就是因为我目前接触的几个区 或者我接触到的那几家商家 以前疫情是怎么样 现在复工复产之后呢 其实还是有再继续开门 没有关门的情况 我是分享我目前接触的到那几个商家 但是老兵来养的话 他接触的面是比我广很多 因为老兵来养退伍之后呢 他目前是从事这个服务业嘛 他从事服务业的话 他其实能接触到更加多的层面 特别是酒店行业啊 他说其实现在很多中小企业 或者是中小的那些服务业的话 还是有关门的情况的 所以呢 相同一个城市 就接触的地方不同 接触的一个商家不同的话 差异还是挺大的 那另外一个女士的话 她是香港女士 但是她是经常在两岸三地 有跑业务的 她也分享了一下目前台湾 她的所见所闻 那话不多说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连线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我们开始吧 我們開始吧,金水 Hello,大家好,我是李錦水 我首先用廣東話跟大家打個招呼 這個關你,OK 謝謝大家支持看大衛Sir的直播 多謝大衛Sir邀請我來和他一起聯線 謝謝大衛Sir邀請我來和他聯線 希望接下來的時間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溝通 好,我們開始吧 那你在一些在上海那邊上班 然後昨天我們跟武漢的雪球去聊天 了解一下武漢的情況 那你在上海的話,你覺得整個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上海的話我覺得 首先我們上海這邊的疫情確診人數不多 總的來說的話還是比較平穩的 大家出門的時候還是戴著口罩 仍然保持著社交距離 如果你說復工復產來說的話 已經慢慢的是恢復和以前的情況差不多了 那其實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的事情 就是我前幾個禮拜有去上海的一個餐館去吃點心 那個餐館的名字叫做稻箱 其實稻箱這個品牌在香港也有 我那天的話是星期天的時候去的 其實星期天我去的時候已經很多人在排隊了 我都在等了有五桌還是六桌才輪到我 所以如果你說出來餐館吃飯的話 其實感覺跟疫情開始之前是差不多的 所以上海目前的情況是這樣 然後那種情況差不多 就是說還是要排隊啊 也是有很多人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還是蠻多人在排隊嘛 但是其實進去之前啊 餐館 除了我剛才說到的稻箱 其他的餐館的話 那他們對於消毒的意思也是非常強的 就是他們會提醒顧客去進門之前啊 會有對鞋底做這個消毒 他們會噴一些消毒的一些液體 在那個我們的鞋底 以及有讓我們去用那些免洗的消毒液啊 所以呢進門進這個餐館之前啊 已經有很好的一個防範意識了 所以大家都是蠻注意自己的那個個人衛生 對不對 這是一個情況嘛 然後在外面路人行走的話 就是其實這情況還是也是差不多嘛 就已經回復到疫情以前的那個狀況了 對差不多是這樣的 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家還是很乖的戴著口罩 這個這一點是沒有變的 就口罩還是必須的 吃飯的時候還是 吃飯的時候才把口罩脫下來 然後平常面對面就沒有 對的 你不戴口罩你連坐地鐵 坐公交車你都坐不了 喔 這樣子喔 因為一定要你上車的時候一定要嘛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那你說 你說 你說 對我還見過有的人他出門他一時間 真的忘記戴這個口罩了 也有路人啊 也很熱心啊 將他的口罩給了這個忘記戴口罩的人 那不錯耶 那不錯耶 對啊 那大家裡面有感覺在那個疫情的那個時候 疫情前跟疫情後 除了這一方面大家會比較注意就反疫的情況以外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在路面上面有很多店關門呢 比如好像一些少商店 對小商店 就是說 就已經 沒有 沒有在做生意 有沒有 就是說結業啦 簡單來講 嗯 上海這邊我看不太到耶 看不太到 就是一切正常喔 一切正常喔 就沒有關店 沒有關店的那個情況 對 我覺得上海其實情況 就是以前差不多 我目前看不 對啊 我看不到有這個關店的情況 很特別喔 那平常跑的時候是哪幾區 你有沒有放假的時候到處去走一走 對 蛤 你平常去的是哪幾區 我在長丁區還有浦東區我都有 其實上海很多區我都有去啊 但是 你說關門的情況我還 目前我看不到的 可是我們香港就不一樣喔 我們看到有很多地方都 結業了 香港的門店在關店嗎 對有有不少 不少 比以前大概再多一兩成吧 比疫情之前還多一兩成關 關店 就有一些很多地方都掛出那個招牌說 我們不再營業了 已經暫停營業了 或換手了 或者要結業這樣子 特別是一些小店可能撐不住吧 這個有可能 對啊 有可能 是不是他們在搞這個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黃色經濟圈受眾人數就比較少 沒有黃色經濟圈其實在香港 我感覺不到非常的多 對 大家都是沒有立場做生意的反而比較多 對 小的餐飲好像還比較好一點 可是大的餐飲 就有一些店真的撐不住的時候 就乾脆把它關掉就算了 特別是零售方面的 OK 好 這方面的問題還是挺大 對 所以的時候我們看看 阿咪 阿咪 你那邊情況怎麼樣 嘿 嘿 你說 你說香港的情況嗎 對不對 台灣啊但是 哈哈哈哈 沒有跟你朋友講嘛 沒有 我跟你說 我言是在香港 但是我是查住兩岸三地的 呵呵呵 對啊我知道 查住兩岸三地啊 你有跟你朋友談過台灣的情況 因為今天第六門 就沒有辦法上來 所以我要請你 請你上來啊 你對台灣是比較了解 對不對 現在台灣真的情況不好 真的 不好為什麼 你朋友怎麼說 我很簡單說一些農產品 好請說 嗯就是農產品啊 就是之前經過去年的 韓國瑜的時候 他還在市場的時候 他努力就是推銷那些農產品 到內地那邊嘛對不對 嗯 嗯 然後很順利就是 那邊都可以銷售出去嘛 但是現在韓國瑜了 下台了 很多農產品就是 可能我不知道 應該很多都沒辦法賣得出去 因為我公司去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 就是關於農產品 他們賣不出去的時候 嗯 我想就是有一些台灣的同事 嗯 就是我們公司總行 請他回台的時候 到總行 領一個農產品的菜啊 什麼的 熱七八糟的都可以吃的 那些青菜啊 過來香港給我們的同事 就是就沒說他們這邊賣不出去了 嗯 就是很差 就是我去過台灣的時候 看到他滿地都是菜市場上面 就是菜市場裡面的菜市場 滿地都是菜 買的好便宜 一個 一個 一些 就是 旺菜啊 這種 高麗菜啊 就是很大顆的 就是滿地都是在菜市場裡面 等於等只買香港這幾塊錢啊 你看 哇這麼便宜喔 他賣不出去 如果可以稍稍到大陸內地 肯定不是這樣的價錢 我覺得 我覺得農民很 我覺得是為了農民很痛心 因為他很辛苦 種了那些農產品 以後賣不出去 就 必不把那些價錢降低了賣出去 不然賣不出去就不爛 是不是 嗯 嗯 所以價格 價格太便宜 因為就是生產量太多嗎 我們也知道 在台灣的生產量是 對 那個那個情況 就是說 當地沒有辦法賣到這麼多的東西 對嗎 對啊 對啊 很多農產品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 台灣的人民是農民最慘 最幸福的 真的 嗯 了解 好 我們 Lion 回來了 Lion上線了 對 我正想問一下Lion 因為 Lion我跟你 分享一下剛才大尾水問我的問題 因為你剛才沒在 所以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大尾水剛才有問我 有沒有留意到上海 有什麼地方的一些商鋪是沒有營業的 因為我跟你住的地方區是不一樣嗎 我在長林還有普通新區比較多 我目前看到基本上商鋪是開門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個情況 有可能是我這邊情況還好 我不知道你那邊有沒有留意到 首先一個 我本身自己就是從事服務行業的 所以說我很有發言權 在第三產業這一塊 我自己從事服務行業 那麼現在的話 上海的酒店的話來講 現在已經恢復到四成到五成了 一些這個 比如說像JW的萬豪這種酒店 或者IHG 洲際酒店 那麼 但是呢 這個還是很慘淡 很多工作人員就是拿上海市最低保障 2480 這個收入就是2480人民幣 有些他不是說每天都上班的 那麼現在的辦公室呢 辦公樓呢 現在很多也都是那個空置 就很蕭條 很多呢 就是從這個貴的那個辦公樓裡面 就搬出來了 就是搬到這個便宜點的這個 這個辦公樓裡去了 但是的話現在空置率非常高 而且現在有一個現象 你以前在我們上海 你這個走延安路高架 晚上十點十一點 它那個燈還是很多都亮的 但是現在的話 你走點半以後發現很多燈都不亮 就是這個情況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 反正旅遊公司的話 現在也是大面積的這個這個倒閉吧 我有朋友也是做旅遊的 那現在的話就是很不好 它很多團原來都退掉了 然後呢 現在也不行 反正就是跟服務行業相關的 酒店還有餐廳 對餐廳現在倒閉的也很多 餐廳酒吧現在也很慘淡 還有一個就是上圈裡面的話 現在控制率非常高 很多賣服裝的這個店也都倒閉了 這個是沒辦法 小企業可能就比較嚴重一點 對不對 對 你現在的話還有一個 不是說小企業 你現在的話那個餐廳的話 你有很多日本的一些連鎖餐飲店 也都從中國撤退了 很多都撤退了 然後的話這個 只有那些大的連鎖餐廳 它還能撐得下去 其他的話你那些小店都已經換了幾輪 換了一輪兩輪了 還有以前的有一些的日式的按摩店 在那個浦東裡面我記得 什麼按摩店 日式的按摩店在浦東啊 綠渣嘴這邊的 現在大陸按摩這個行業也不行 因為這個跟國家這個打黑 打黑這個有關 打黑除二 打黑除二對 有關係 現在的話只是說 很多它有按摩店 但是現在由於這個疫情 也很少人敢去 但是它開還是會開 開還是會開 因為我記得浦東這邊 菊原這邊都住了很多香港 跟日本人那邊的 綠渣嘴這邊 路加嘴啊 上海住日本人 韓國人都是古北人在 韓國啊 日本啊 那個有一個地方叫菊原 菊化的菊原 菊原啊 菊原是在嘉定區的 嘉定區一個地方叫菊原 菊原 菊原 菊原我之前住在那個 菊原 菊原在上海 在金茂上班 那我想問 對 我想問一下 那其實上海的時候 現在兩極化嘛 對不對 然後剛才金水說 就是說 它看的沒有什麼改變 然後可是李安就說 其實那個改變很多 在一些山圈裡面 那看法有不一样 就是大家可能所接触的 接触的那个区 其实会有差别 所以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看法 那莱安你觉得 整体来讲 现在应该怎么样 让内地的经济在起飞起来了 这个问题的话 我是这样看的 我国的大陆的经济 其实是跟全球化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现在的话 如果说上海这座城市 真的要起来的话 还是要有一个跟国际的联系 跟国际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上海现在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 比如说大型经锹 那你现在三文鱼 这是北京的三文鱼查出来了 这种进口产品 都要经过严格的检疫 这会受到影响 那还有一个上海是物流中心 航运中心 金融中心 对不对 那你现在国际的船都停了 我现在看到机卡也很少 因为我去普通那带 那边很多它是有机 原来的话它没有疫情的话 有那个机卡会非常多 现在机卡也很少 那还有一个 你没有物流 没有航运 那你金融就没有服务 没有这个支持 那你还是要等到全球的这个疫情结束才能真正恢复 不然的话 就现在的话来讲 上海就我目前来观察 还是会继续消 这就是说继续萧条一阵子 嗯 萧条一阵子 然后现在国家推出那个地摊经济嘛 然后这个地摊经济的时候 我想请问一下 金水有什么看法 就是地摊经济是吧 对地摊经济 对对地摊经济 我们大家轮轮来讲嘛 因为昨天雪球有讲地摊经济嘛 那你们觉得地摊经济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好还是不好 OK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会不会有矛盾 嗯 嗯 我觉得要先搞清楚地摊经济的一个概念啊 因为地摊经济推出来的话 它是有它的一个背景在这边的 就是它其实呢 它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路边摊来舒缓 中国应该 中美贸易战 还有新冠疫情 这两个情况带来的失业潮啊 嗯 对大背景的话是这两个原因 对 好的话那肯定是可以创造就业嘛 因为在这个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 特别是国外啊 因为刚才蓝莹文说到嘛 可能等全球这个疫情全部结束之后呢 中国的经济包括其他国家的经济 才会完全的恢复才会起飞 但是我觉得要想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国外的这个疫情 一直没有办法控制得下来的时候 我们国内肯定要拉高内需嘛 对不对 那拉高内需的情况下 那地摊经济肯定是个很好的一个措施 因为目前我看到维基百科上面的数据啊 在这个5月31号 丹城都市啊 也就是四川成都 目前就设置的一个临时摊点的话 已经有2234个了 云水流动商贩的营业点的话 已经达到20891个 简单来说啊 背后的数字其实有增加的这个就业岗位啊 有10万个以上哦 10万个就业岗位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的 他对所以呢我觉得地摊经济 在这个国外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是 对于拉动内需来说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措施 会不会有冲突有矛盾呢 跟我们一直推崇的那个高科技 你觉得 相辅相成吧 高科技肯定是要继续来推动的 但你知道平民老百姓 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啊 对吧 你说有多少人能接触到这些高科技对不对 有多少人能接触到这种奢侈品牌的一些消费 很少 就是其实还是要考虑中层以及就是其他中下层 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的一些消费水平能力啊 嗯 对吧 当然我觉得你说的高科技 或者高奢侈品牌的一些消费是要有 但是你说地摊经济是不是冲突 其实并不冲突 在这里的话要提到一点就是 邓小平有句话很经典嘛 不管白猫黑猫 做到老鼠就是好猫嘛 对吧 对没错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的话 它也是适用的 对完全是 阿咪有什么看法 很感谢阿咪 我觉得就是现在内地就是这个办法是最快 令到觉得让人民很快赚到钱啊 很多就是觉得最快的风华了 嗯怎么说 因为我 对因为台湾也是嘛 地摊经济是非常多的嘛对不对 路边摊很多啊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 我说过后他们台湾也是现在都 为什么怎么说 我给我感觉好像90年代一样 没有改变 地摊经济我觉得都是90年代 他们给我 我这是有一种感觉 我曾经试过就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年头的时候 我试过一个人自己在台中一直就是逛一个夜市啊 嗯 突然给我感觉好像有一些游戏的店啊 什么地摊的就是在一个一个冯甲一个夜市里面 冯甲? 冯甲夜市 嗯好 冯甲就是给我感觉好像9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的感觉 没有进步过啊什么的 呃比如说电子一个付款啊 他们不多啊 嗯 就是有什么那个支付宝啊 对也不多啊 很小啊 嗯 就是很多东西都我觉得都很落后啊 嗯 回想今天香港也是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很悲哀 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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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而且我再讲一讲 现在因为现在的台湾经济也不好啦 他们其实内地也是对台湾有一些就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就是对台湾会前到内地的有一些控管啊 嗯 呃你们想不想听我我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不要泄露你的一些 一些做法 OK 我意思是说就是 很多人都知道大陆有一个外管吧 两位都知道嘛 对不对 对 没错 大陆有什么 就是金融管制 外外管制嘛 大陆对不对 外外管制 台湾也是有外外管制的哈 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 什么台币都没有管 就是以为台湾没管制 就是意思说大陆 从现在大陆就是对台湾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台湾会前到内地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或者是 我感觉上面是刁烂他们了 比如说很简单 一个会款人的地址啊 出现一个ROC 就是一些到内地的二线银行啊 比如说一些交行啊 类似这种啊 一线银行啊 这种啊 就不让他入账 因为他又改回来 把那个ROC清掉 才让他入账 就是要 会不能再放好几百块来来回回 改回来 其实我觉得这种一种故意的刁烂嘛 你们觉得是不是 我个人因为是一种吊狼啊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汇款上面的限制 我这样子 我觉得 对 你们知道那个情况吗 汇款的情况 不知道啊 我发现每一次 两岸 两岸紧张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比如说有一些 比如说 在广东啊 会上海啊 杭州那些 比如说从台湾 会香港 经过香港 汇钱 内地啊 人民币啊 不管内地还是人民币 到那边个人的到账的时候啊 他不是 怎么讲啊 他一般我们开户头 比如说国外人都使用一个 国外的护照啊 来开户嘛 拿英文名字来取的嘛 户头的名字 对不对 内地跟台湾的拼音都不一样 他们内地的银行 就是要故意吊燃它 你一定要拿你的 本 那个 台湾的台报证 来对应在你的名字 这是不是故意吊燃你啊 对我没问题 我才给你让你入账 你又再换句话说 内地的人民 前入账的 胜利入账了 如果你钱没问题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这两个口 这方面只是故意吊燃 最近我发现 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了 以前都没有那么多 嗯 了解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有关金融这一块的时候 限制是一定会有的 要不然的时候 对金融体制 金融体制会 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不限制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别人操纵嘛 可是现在我知道 中央越来越开放整个金融市场 而且外汇市场不能一下子就开 要不然的时候给别人 一下子把整个 你的汇率就五上五下五高五低的时候 其实对中国非常危险 这是一定的 因为内地的钱先 有外汇管制的话 内地的一般的基金 不是跟香港有那么多自由的 香港进来就进来 内地不一样 内地的银行 要经过他们的金融调剂中心 才调完之后再到银行的 不管你大小的快 或者是每一天的 怎么讲 基金雕坡这种事情 陶串 这种都由金融调剂中心来做的 好 那其实现在你觉得 整个台湾的那个经济的情况 是很差对不对 而且限制也很多 两岸的交流好像快要停下来了 是这种感觉吗 对不对 因为我接到很多电话 就是比如说我每一天 就是比如说香港就是五月的时候 就是突然立了一个国安法 我就突然第二两三天之后 就收到好多电话 跟我们总行来的电话 嗯 那些客人 就是媒体啦 台湾一些比较 比较绿的媒体 不是称重的媒体报道 他们这些台湾的人民就是比较 以前有一些钱就是放到香港那边传的嘛 就是比较紧张了 他说 你们香港突然立了一个国安法 我会把我们 就是说共产党的钱 我会把它们冻结 开始按一个钱的比例来收他们的税 这样子 这很多台湾媒体现在都现在为止 一直很负面负面的报道 我们先谈经济吼今天 你要讲这个下礼拜再给你 他们就是紧张 台湾的人现在 比较紧张他自己钱 所以很多钱都现在掉到 新加坡或者是他们有工厂的 在他们有投资的地方 比如说越南啊柬埔寨啊 印度啊这边啊 对 好 好 好 我们谈一谈那个 Lion 你觉得整个内地的那个情况 他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冲突呢 阿咪那个硬题当然可以讲了 不过待会 你说 这个话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平时这个 因为我原先是在政府里工作过的嘛 所以我还是有发言权 因为现在的地摊经济的话 还是有冲突的 那么有那些政治上的东西我就不讲 这方面这地方也不方便讲 那么就我看到地摊经济呢 它一定是要解决一些人就业 因为这一次疫情确实让很多人失业 那么在整个中国在这个维稳的这个情况下 要保持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个基本方针 那么你就是需要解决这些人就业 那现在没有工厂给你去上班 没有公司给你去上班 那干嘛 那就是搞这个地摊经济 让这些人有事情做 那么你地摊经济 你这些人是不是要买这个产品呢 你要有产品交易 你有产品交易的话 OK 我再给你这个工厂 也能保证一部分人的就业 对不对 那么本身上海的商圈都是特别高大上 其实很多因为它的产品 这个房租很高 所以在线下店上买东西的话会比较贵点 但是我有地摊的话 也解决了我们一般性平头老百姓的这个消费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老板 其实都在卖掉这个二手 就是把自己的豪车都给卖掉 在比赛 很多人都是这样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很严重的情况 就是大陆由于这几年的这个金融 它在这个开放就是很多这个小额贷 很多人他其实是过着也是类似于卡路一样的生活 其实为什么李克强总理说 中国大陆有六亿人 他就是可支配一千元都 宅一千元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你去掉这个 就像你城市的白领来讲 你去掉房租 去掉水电 去掉吃饭 去掉交通费 通讯费 你到手差不多是这个数 差不多 在中国 那么你地摊经济 你可以在这个特殊时期 能解决很多问题 那么以后我也希望它能常态化 可以让老百姓更多的选择 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原来小时候 我们在上海 很有烟火器 有打海盘 有夜宵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比如我们上海中文的黄河路 对不对 那现在你没有烟火器 在恢复这个烟火器 也是同时给予大家一点信心 不是说疫情来了 这么冷清 你越看到越冷清的话 会让人家越没有信心的嘛 那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是对市场 对整个生活 还是会有很大的信心 那么这个是好的一面 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 怎么样去管理一些 这些商户 第一 你在大陆你要租店开饮食 你又要有这个食品流通许可证 你要有卫生证 对不对 那么现在就是 就是这些摆餐的 也就是说政府 象征性的收益长期管理费 也是鼓励你你们去做 不是靠这个来赚钱 也没有说什么偷什么税收 那么你的食品安全 你要怎么保证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的餐品质量 你要怎么保证 会不会让别人买到这个假货 会不会让别人肚子吃坏 随意监管 而且在大连倒了一天 马上就不允许倒了 因为在上海的话来讲 它是大都会 它的管理比较标准 那别的地方你搞第三经济 你没有那么强 政府没有那么强的监管能力 也搞得脏乱 又是夏天 蚊子苍蝇 怎么办 而且把交通阻塞了 怎么办 让交通通过离市不好 怎么办 这些问题 现在转期来看 就是政府也在想这个办法 但是在转期的话来讲 确实是一个矛盾 嗯 那个 那个如果这样子来讲的时候 低摊经济的时候 其实 会带来一些影响啊 然后可是时候 你在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 起码可以撑一阵子嘛 对不对 对 没错 他现在的话 有些摊位的话 我观察 很多他一天平均挣个两三百 这个OK 能解决他自己 自己的这个吃饭问题 或者说家里一部分人吃饭的问题 这个我是觉得很不错 这个国家呢 确实要这样的 然后呢 又把这个烟火系给他带出来了 也会对人 对生活对希望 都会从来信心嘛 这个这个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我是支持高 那么怎么管理这个城市也 这个呢 那在上海我觉得 管理的还是很不错的 嗯 这个摊位啊 各方面卫生各方面 搞的都很不错 所以说我觉得 很多地方应该来上海来 来学习学习 应该怎么样管理 这一套 那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 一天两天就可以学会 还是要很长的一个 日期月的一个过程 嗯 了解了解 了解 那其实你看的时候 因为现在北京的情况 大家都很关心嘛 有没有关 有没有了解一下 北京现在的疫情的情况 因为会不会封城呢 因为现在今天有36个案例出来嘛 有关那个新冠肺炎 我看到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北京不会封城哎 你觉得不会啊 为什么 呃 因为 之前封城的话 是对那些 呃 感染的人数 以及感染的范围 并不了解嘛 所以才武汉 那么大一个措施要封城 嗯 可是现在经过了 这么几个月的一个 呃 救治 呃 其实现在北京 我们已经知道 首先你刚才说了 我有三十几个确准人数 那这三十几个确准人数的话 他其实 我们就看清楚 呃 他们的一个接触史 是哪里 然后呢 他目前他们几个人 呃 是在哪些地方呆过 呃 只要将他们这些信息 也全部掌握好之后 呃 把这些范围缩小吧 尽量不要将这些传染源扩大化 嗯 如果真的呃 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这几十个人的一些信息的话 那呃 控制不下来 那可能影响会更大 嗯 那希望就是可以 将这三十几个人的一些信息 包括接触史 包括居住史等等之类的 全部掌握 以及公开 让社会民众知道 那呃 这样做的话 可能就呃 没必要去封城的 嗯 嗯 OK 所以你觉得情况还是不会说 呃 弄得太差 对不对 只要只要找到来源 嗯 对 我是希望不要弄得太差 把 尽量把这所有 这三十几个人的信息 全部的掌握好 以及 呃 要将医疗的措施 医疗的物资 全部的要投入进去 救治这几十个人 嗯 一定要争取到 我们能争取的时间 不然的话 呃 这个疫情 如果在这三四几个人 控制不下来的情况下 万一扩散了 那情况也是不用乐观 我是希望能控制下来了 嗯 如果能控制下来 那就没有必要封城 你觉得整个的经济来讲 其实现在的疫情 好像还没有停下来嘛 然后现在我们说的那个 撤死大国 就是美国 他也是第二波的疫情 开始不断的在燃烧嘛 有很多地方的时候 其实那个死亡的人数啊 确诊的人数不断的增加 然后看起来好像 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停下来 那对整个世界的那个经济的格局 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和影响 对的 你觉得中国人应该 你觉得整个中国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内销没有错 可是内销的时候 你没有出口 还是会出现问题啊 对不对 对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金水你可以抬探 我是觉得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疫情的结束和经济的恢复 是话等于好的 因为如果疫情没有控制下来的话 那感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那也就代表 这些人要在医院里面待着 没有办法 嗯 所以你的商修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自己感觉 就整个大年底的经济 我是觉得中国政府啊 应该起到这一个领导作用 就是要去帮助其他国家 去救治这些人 也可以输出我们现在的医疗物资 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救治吧 这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能做的 因为也可以达到另外一种效果 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救治的方式 来提高中国的影响力 来分享中国医疗的一些经验嘛 对吧 主动帮助他们吧 主动帮助他们 希望他们的一个疫情控制的 就是控制的好啊 控制的越快越好 这样的话 他们国家好了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到时候的经济恢复 也有好处了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很愿意这样做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协助 这个才是一个大问题啊 他们就把我们的留学生也要赶走了 对不对 其实他们 你说 我们政府已经主动的去说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那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好意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去做更多的措施的 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很被动嘛 他们都不要我们帮助的话 我们再怎么帮助也没有办法啊 对吧 没错 我觉得要两个国家或者多个 我觉得就是要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来互相配合 嗯 只有我们当方面的去输出 他们不要的话我们也很被动的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没错 他们一样啊 不要大陆的口罩 哈哈哈哈 不要大陆的口罩 我觉得很被动 还白讲啊 其实我跟你说 我就是 偷偷跟你说 就是 他们说不要大陆的口罩 其实很多台商 也是在向大陆 买原材料做口罩 你一定需要原材料 基本上都在 也是在大陆啊 甚至在大陆啊 我怎么告诉你 哈哈哈哈 但是 可是整个经济 我 大陆的他们 对我万 我万掉的一个人还有 MM 你的普通话可以吗 哈哈哈 MM 不可以了 我的普通话很烂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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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聊吗 你要聊 我们就一起聊 我差点忘了 你知道吗 OK 阿咪 你觉得怎么样 我刚刚说了就是 我也是 我说 那个菜当 你 你觉得整个经济的时候 会不会在 今年的年底 以前会 有好转还是 维持现状 还是越来越差了 或者是等待被收 被收回去 对不对 我不敢讲 我不知道 哈哈哈 就是你的展望 还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你觉得整个情况 但是他们低碳经济 不是很 因为我跟你说 有一些人觉得 譬如说现在台湾来对策一个疫情 就是派一些 经济消费券 对不对 他们 现在就是 他们那个经济消费券 就是 有效性积到 年底的 嗯 但是他们觉得很好啊 但是我觉得 不太好啊 但是他们 但是台湾也是说我们香港 呃 发那些 陷阱也不太好 哈哈哈 为什么 对了一件 所以我都搞不清楚啊 哈哈 有好处给人民就好了 有好处给人民就好了 对不对 对啊 他们好像 就是说香港 发那个 陷阱给人家 不一定用得到在 就是帮助到香港 但是在台湾来讲 呃 社会券到年底 他觉得 可能用处比较多 嗯 嗯 嗯 没错 好 那个 Lion 有什么看法 你说这个疫情的事情吗 疫情的事情啊 经济的事情啊 什么都可以聊 对对对对对对 对于这个疫情的事情的话 我是这样这样看的 就是说在同日在韩国啊 他也是有同一批的这个货物啊 这个三文鱼啊 这个海鲜里面 查出来这个情况 嗯 我刚才看到了我的 我自己的群里面有一个分享 说这种病毒在零下80度 还是没办法杀死 零下80度 他去检测它的话 还是呈阳性的 嗯 所以说那么现在的话 就导致了这两天 由于北京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这两天很多的日料店 包括这个海鲜店 他们很多就是 很多人都很恐慌都不敢吃这个东西了 但是呢 我昨天刚刚刚刚吃过这个日料自助 但是呢 我也没有吃这个三文鱼 你要不要去检测一下 哈哈哈 我也没有吃三文鱼 海电我还不知道 但是海电有移力 但是从丰台区现在出来的话 你都要隔离14天 到全国各地的话都要隔离14天 就是就某一个区嘛 不是整个北京封城嘛 对 只不过是封台区 海电也确认有 海电也确认有 哦 哦 那希望 这情况不要蔓延出去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 你说 你说 现在在 如果说有 大家的话 如果出门还是要戴好口罩 还是要把防护措施做好 不要松懈 尤其在公共务场所 嗯 那你觉得现在 内地我们要做的 就是 情况的时候 因为经济很难讲嘛 嗯 这一次的疫情 还有经济下滑的情况 是我们这一代人 所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对 对不对 你除了1947年的时候 在国民政府 那个时候 经济整个下滑 整个崩盘 然后到现在来 到现在为止的时候 我们只看到 经济是越来越好 没有下滑的这么严重 然后这次的情况的时候 是让我们有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到底需要些什么 你觉得整个经济来讲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对中国来讲 其实经济会好转吗 呃 中国的经济的话 现在的话 就是这个地摊经济啊 其实它就是一种 内需世的一种经济 就是要鼓励就是 就是在这个金钱 在内地流通 我觉得 确实可以在这一次 利用这一次疫情 把中国过去严重依赖 出口的这种经济导向 把它搞成类似于 日本的那种经济 因为我在日本 我看到过是什么 它也有出口 对它出口很厉害 但是同时它在这个 自己内耗也很厉害 它的就是你看 我在日本看到 它很多人都是买日本汽车 而且在它的商圈 我也看到很多人 愿意周末去这个 在东京吧 在商店里面购物 然后在商店里面 就是就是就是买吃的啊 那么又有吃就是衣食住行 他都是这个用本国产品 那么中国在这一次疫情 我觉得中国也正好 就是让这个机会啊 把中国的经济搞成一个 内耗式的经济 这样的话 呃 以后等疫情结束之后 这个经济的活力 会更加的完整 但是你说 要要怎么样 恢复到什么程度 我在我个人看来 还是要等这个 全球的这个疫情 有所缓和 有所这个放松 或者是这个 呃 疫苗发发明出来 否则的话 呃 这样的话 也还是会保持这个状态 你说经济真正 恢复到到到 到怎么样 目前的话来来讲的话 还是很不容乐观 那整体来讲的时候 因为这整个内需的一个情况 变成现在经济最大的动力 其实现在有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 都是希望把内需搞好 然后外销的时候尽量做 如果可以做的更多就越好 可是以整个内需来讲 到底能不能够支撑整个经济呢 那可能真的要去调整一下 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刚才莱恩所说的 就是说那些这个疫情 这个病毒在零下80度 还不会死去嘛 所以的时候很多东西的时候 现在香港有位高永文医生 他就建议大家 你不要吃生的食物 你要把东西煮熟 这样子才可以做一些反护的 就一些情况 因为你这个冷冻的时候 冷冻运过来 然后当他解冻的时候 那细菌可能还是留在他的身上 所以没有办法 现在虽然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 表示说 这个病毒可以寄生在一些货物上面 可是因为现在世界的流通非常广泛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小心 对 真的要小心 所以暂时来讲 还是不要吃一些鱼生 一些生的食物 会比较好一点 对我自己感觉 特别是一些冷冻的 冷冻的话要把它煮熟才好 然后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比如现在我们的 因为大家都是说内需嘛 内需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养活全中国的人民呢 那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经济的时候会不会突然间 掉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甚至百分之三十呢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应对目前的情况 因为当大家不愿意去花钱的时候 而且觉得生活很紧的话 那整个消费力就会把它降低 你的调控未必能够做得 而且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 在东北地方有还灾吗 现在 对不对 东北的地方 好像有吉林那个地方好像有还灾 虽然不是很严重 有吗 好像有哦 你可以查一下 好像有 我看到外面一些信息 就内地也有这个说法 对你看一下应该有 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 因为我看资料看的蛮多的 你看一下看有没有错 到底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消息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整个的经济来讲 大家都有一个看法就是说 可能会跟现在一样差 或者比现在更差 有没有机会比现在更好了 我自己觉得可能性可能不太高 可能还有一段的苦日子要去拼过去 所以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感觉 就是这个地摊经济 其实对我们的整个人民的生活来讲 是比较好的 而且做得很快 我也相信其他国家 在接下来的日子 一定会推动这个地摊经济的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对 比较经济就是最急接最快的 得到少国公说过 就急接了 不用 对啊 直接的 但是我这里补充一点 可能有点敏感哈 但是北京市他没有 没有鼓励这个东西 会不会我觉得是这个 高层有路路线的这个 这个不同呢 所以说目前的话来看 你觉得有路线不同哦 其实地摊经济 它不是适合所有城市的 这个观点我跟Lion一样啊 就是像北京啊 上海广州 深圳 像这种一线城市 或者新一线城市 地摊经济的话 还是不是主流啊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对吧Lion 对 而且你们看到 北京主政的 北京主政的这个市委书记 他没有弄这个 这一块 那我也无所谓 说就说了 那会不会说 这个高层的这个有 像我刚才讲的 他有这个线路的 线路的这个问题 大家有线路的斗争 这一块我觉得会是有 因为我原先是在 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体系当中 我待过 我可以看得出来这种风向 因为中国也是集体领导制的 那这个总理说了 这样子做 但是有些地方明显他是有这个 他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做 或者可以画个区域出来吧 画个区域让他们 就是集中的去做这种生意 对吧 其实也就是 你说 或者说 其实也就是一个执行 以及管理的问题 你们觉得呢 集中的行业一起 不有全部热七八糟摆在一起 这样子 除了区之外 还有集中行业 怎么说 现在还有一个不只是地摊经济 现在从去年开始 大陆还有一个叫夜市经济 这个现在不能叫地摊经济 应该叫夜市经济 现在呢 又是把这个地摊的白天 又给它加入进去 所以叫做地摊经济 其实夜市呢 现在一直都在搞 它有很多 原来你博物馆 对吧 我博物馆 我科技馆 我都是白天开门的 可能我就是白天的话 又没什么人 大家都在上班 那OK 现在晚上开了 晚上开了之后呢 就是假装可以带小孩 在工作日的时候 去参观博物馆 科技馆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场馆 比如说你这些景点 各方面的都是OK的 那么在参观的同时呢 它也会搞一点它的小吃 就是更有特色的嘛 然后再搞点这个工艺品 搞点其他的这种产品 售卖售卖 现在它这个叫夜市 夜市经济 这一块呢 在大陆也很受欢迎 但是夜市经济 我感觉一直都有 对吧 对一直都有 包括我楼下小区 楼下的那个烧烤蛋 其实一直有在开 不是不是 你是说这种吗 烧烤它不是夜市经济的范畴里面 这个本来本来就是有 它本来就是这些景点 博物馆 科技馆 自然馆 这些你刚才是不是工作日 晚上比如我都十点半 五点之后我就关门了 对 它现在晚上它也开放 可能开放到十点多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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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种情况所以的时候 阿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 嗯 大致上都没什么看法 就是 就是 政府机关一些 刚刚说 就是 博物馆什么的 晚上开 比较好啊 昨天我听到水球姐姐说 嗯 嗯 五星级酒店啊 也要出来摆地摊做推广啊 我不知道 五星级酒店怎么 搞什么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为什么五星级酒店 出来摆地摊 哈哈 好 卖酒店啊 卖午饭啊 啊 你怎么说 因为很多酒店都是我的客户 五星级的都是我客户 所以说 我可以说 现在酒店 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 尤其是五星级酒店啊 包括上海的 Four Seasons 就是 Four Seasons 我住过 我住过 对 在金帽里面的 五星级酒店呢 很多 他都是开始也是搞地摊 还有就是做外卖 现在五星级酒店原来很高大 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他现在在干嘛 他的厨房在做 这个套餐 对 做比如说一些工作 就是工作白领吃的一些套餐 他在做 价格也不高 大概39 这样的 这个30块钱到40块钱 50块钱左右 他有不同的套餐 那么他的洗衣房 洗衣房也开放了 他现在就是接 对外的一些这个 洗衬衫呀 洗衣服 就是接干水 哇 对 他也在接这一块 那么还有就是 更有的是什么 他有上门服务 因为五星级酒店 不是有清洁功能 他们是在那里清洁大理事的吗 现在也到一些高 高端的一些家庭当中去 帮助家 他们清理这个大理事 也可以叫外卖服务 哇 对 他们真的讲得很细啊 就是酒店每一个部分部门 他想都想出来就是做一个销售点 对 原来他的这些功能都运用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他也在摆地摊 原来你这个酒店OK 你也知道五星级酒店在大陆 整个大中华地区来讲 中餐都是粤菜厨师包掉的 对不对 因为粤菜是八大菜系里面老大 最高涨 那现在原来大家去都是吃奥龙 吃什么这个庆龙 小庆龙 现在酒店也在卖小龙虾 现在摆摊它也是在那边卖小龙虾 也是要搞接地气 也在卖烧烤 然后酒店的那个西饼屋 西饼它有一个西饼也是在外面会售卖的 就是摆地摊 还有就是承接各种各样的这种 反正就是把他所有的这种功能都给他用活了 现在你也可以叫他的外卖 点外卖吃了 原来他们不做外卖的 对 哇真的每一个部门一个都不漏 真的 你要生活中国人的特性就是说 当我生活有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我会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嘛 对不对 我们不会坐以待毙嘛 然后国家给我们的一个资源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放松一点 执法放松一点 然后让你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然后的时候在西方的国家就是说 你没有工作我给补贴给你 我给钱给你 失业的救济 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然后我们中国人的整个感受就是说 我也觉得我们这样做法是比较好一点 如果好像西方的用失业的救济去解决这个经济的问题 我觉得不可行 因为国家会变得很贫穷 然后的时候整个生活的质量没有办法提升出来 那就发生问题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啦 对 你们觉得呢 可能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 就是兽人与鱼 有啊 有啊 对啊 两个不同就是 刚才大卫笑也说到嘛 其他国家可能给一些救济 就是简单来说就给你一条鱼 让你去吃 但是你还不如教那些人捕鱼的方法 没错啊 这个捕鱼的方法的话就是赖昂刚才所说的 像酒店 他各个部门呢 要转变思路 要发挥 本来我就有这种技能的 现在我要将这种技能 对外开放 对吧 像其他的一些人群去做服务 这种的话就是捕鱼的方法 我觉得 要这样来看 嗯 因为现在很难很难做到一点 就是说 很难做到 货如轮转 就你没有办法 货物没有办法转动的时候 你的前流金流 你其实就没有办法 去有一个活动嘛 没有办法活动那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大家不敢买东西 房子不敢买 只敢卖 然后东西也不敢买 吃的也不敢 也不敢吃的太好 那就会发生一些问题了 懂吗 因为失业的人口越多的话 对整个经济的拖垮程度 会越严重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然后如果你内需跟外销 两个不能互相结合的话 那就很大问题 可是整个经济的带动 应该是整个外销的活动 因为外销才能够赚到更多钱 你赚到更多钱 我老板才愿意请更多的人 有没有错 那如果整个外销都停止了 你只是靠内销的时候 经济会变得很好吗 我觉得这一方面会 大家会有点 就不同的想法咯 懂吗 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的时候 现在国家也面临着一个困局 就是说 我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线 对 那如果你说对内需来讲的时候 的确 人民的温把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没有这一方面可以做得到的话 那就会发生很大问题了 比如我刚才就是说 到底现在我刚才有问 我们金水一个问题嘛 说现在中国说的 就我们国家说的脱贫 全民脱贫 其实在这段时间 能不能够实现得了呢 这个问题可以值得探讨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个 能够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路线 就是好路线吧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你说什么路线好 就是还是回到以前邓小平说过的话吧 白猫黑猫好猫 不管白猫黑猫能解决 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嘛 这个情况其实你说地摊经济上来说 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然人们吃饱饭了 对吧 这是个很基本很基本的问题 那你说到小康社会的话 其实距离小康社会 还有这个200多天嘛 对吧 因为我看小康社会的话 是要到这个2021年的1月1号 维基百科是这么写 其实还有200多天 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 还有下半年 一整个半年的时间 就看一下国家除了低摊经济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一个政策来扶持 人民的一个 对 如果有更多的政策来扶持的话 那当然最好了 对吧 对啊 看看国家走什么政策 然后我们就跟着国家去走 然后就对了 对不对 就直接这样讲 对 因为你想其实还有200多天 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如果有一个非常强大而有力的一个政策来扶持 并且能执行的很好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内的经济的话 还是会平稳的往上走的 希望平稳往上走 对的 因为当一个地摊经济上来说的话 已经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一个就业问题 还有这个温饱问题 这已经解决了一大部分人的问题了 当然了就是怎么执行怎么管理 也是另外一个我们是需要管理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嗯 起码要有好的政策吧 如果连好的政策都没有 那管理和执行都是另外的后话了 对 对 我觉得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其实蛮有远见的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们要有井干山的精神 有没有 我们要预备热井裤头过一些苦日子 就预计了 所以大家手一手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呢 大家拭目以待 总而言之 好好小心就好了 好 我请 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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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说一下 好谢谢 这个对于国家这个脱贫贡献的话 我认为 就好像刚才金腿讲的 他说还有大概200多天实现 对 嗯 那现在的话 在脱贫空间在中国是政治正确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公开的这个上面去去讨论 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 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你不是说到了那一天 达到了这个脱贫空间的这个这个理想了 或者说确实实现了 嗯 但是要可持续性的 嗯 不是说我到了那一天 OK我这个数据很完美的 嗯 那就完成了 我是这样 而是说大家 怎么样给大家老百姓找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一条道路 嗯 对不对 你现在的话 嗯 在这个疫情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去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所以说 我很认同 这句话 也是这个大卫你以前我记得你也很认同这句话 就是什么 大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耶没错 没错 我觉得是 所以的时候很多政策都很 很贴近民心 对 所以他做的事情我觉得蛮有信心的 对 所以大家守住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一些情况发生 我们自己要做好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更加要团结 无论低摊经济也好 或者外交也好 这两方面我觉得互相是不冲突的 对 每个地方里面所产生的某一些的不协调 或者某一些地方可以摆低摊 某些地方不行 我相信负责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对 对啊 因为你看看整个经济数据 其实 大家都很清楚 哪些地方可以做的 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需要改进的话 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把它调整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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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重点 就不要乱 只要心里面过得过去 好好的团结 然后做起来就很好了 好吧 现在我再普通一点 你说 你说 尤其是中国比较发达的这些抖音的快手 它把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连结在来一起 这个思想上面是都连结在一起 就是说 我看到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同胞 他们通过抖音做一些搞怪的视频也好 把拍他们山区的家乡的风景也好 他们当地的特产也好 还有一部分它是在网上进行售卖的 这样的话 通过视频 大家可以把整个全国人民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非常觉得现在这个大陆 我们大陆这个互联网经济 却这一块 互联网这一块 确实是搞得非常到位 非常出色 以前我明显观察到 以前很多人都很从洋面外 觉得那个instagram 对吧 它好像图片社交很棒 但是现在很多的老外都在用中国的这个叫抖音的海外版本 TikTok 所以我就觉得这又是我们又一次的这个文化输出 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 既然他这个美国搞这个CIA 他控制这个美国大大片搞 我们中国也要有我们自己的产品 对不对 没有趁这个时候的时候大家要守一守吧 经济不可能永远的往上发展 总会有休息的 而且是时候让我们清醒一下 我们需要些什么 其实我们需要的东西非常简单 广东话有一句话叫 麻死落地涵 懂吗 那普通话我忘记那个谚语应该怎么翻译了 麻死落地涵 知道吗金水 对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普通话翻译 对啊难翻译 麻死落地涵 就一篇难死掉了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还是要 找他实际的来做吧 我觉得 没错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有接受现实 对接受现实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好批一批那是最重要的 好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 阿咪有没有话要讲 没有 就是我觉得 这时才 拆当啊 像大陆现在这样子搞 嗯 关注一下原住民啊 里面关注一下原住民啊 里面关注的 有好多多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 一些原住民啊 很多人网的问题啊 没有连上啊 什么没有连上啊 听不到 听不清楚 对 他们有些又有 有时候打到一些比较 偏僻的地方啊 山区啊 他们的一个电话的讯号不太好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他们 这边的那个 固人网个人 那个不太好 然后 对外界的信息 不太 没有办法啊 整个整个台湾的网络 外面的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啊 像大陆 脱贫 脱贫 一个工作做得很好 固件站 对 做得很好 那 农民不会怎么艰难 农民也不会怎么艰难 那其实 其实下个礼拜 我们可以谈一谈 那个 两地的 两地的科技发展 香港没有份 香港没有什么科技 好不好 其实我很想参加 内地的脱贫控制 什么 你说什么 我愿望 我想参加内地的脱贫 脱贫 脱贫 的什么 脱贫 脱贫 空间站 空间站 脱贫空间站 我可以参加一个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因为有一些就是 OK 非常大 那那个 那那个美女 我到时候加下你微信了 可以啊 你可以加她微信了 没有问题 你们自己可以联络一下 好不好 对 阿咪是我的义工 风云论坛的节目 你可以上我节目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些问题 可以啊 大家好啊 OK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记得 订阅 萊恩的那个频道 还有金水的频道 好不好 好 因为我们都是这种 好 OK 好不好 那待会来的时候 在我的 在我的那个 现场 对啊 现场的那 你要天使里面 把你们的那些 連接把它放上来 好吗 感谢你们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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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好不客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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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